弟兄姐妹平安 2019年的7月 我参加纽约灵命晋升会 当时讲了出埃及记的上半段 出埃及记的一章到14章 我选了几个讲题 那么2020本来我跟余弟兄 一起来的时候 我准备讲出埃及记的下半段 所以你们知道出埃及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吗 果然就遭了瘟疫就出不来了 很不容易 后来吕牧师就跟我说 瘟疫在美国非常严重 所以我当时就用网路 讲了神的警戒与人的回转 我提出瘟疫的本身是神向他的子民说话 警戒我们不要自我忠心 所以当趁着瘟疫还没有过去 我们学会不贪心 不争敬 不发怨言 为自己悔罪来面对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不知道 因为各种的预测都有 但是求主让我们在疫情结束以前 真的我们这群神的百姓 知道怎么样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 那今年既然来了 我就要把出埃及记讲完 我就把更多讲浓缩 因为我怕明年说不定又不能讲了 所以我这一次还是要讲这个出埃及记 我把后半讲给他讲完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是 与独一的神立约 我们用的是出埃及记十九章 一到二十五节和二十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 那我们要看这一段的圣经 我自己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 是我十一二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一间很小的教会 大概一九七零年左右 教会平常只有几十个人聚会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因为那个牧师的信仰 以及他出生的宗派 当时每个主日的聚会 我们都要读十节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刚信耶稣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读十节 我以为整本圣经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十节 但是我也很感谢那个教会 由于是每一主日都要读 那个时候我才小学 中学 不到一年 因为每一主日都要读嘛 所以就把它背起来了 我好感恩啊 你要知道把十节背起来 常常默想 对我们也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可是那个时候呢 我对于神的认识不是很深刻 也不知道基督徒信仰核心是什么 只觉得基督教一定是叫我做好人 要成为我心里的依靠 其实对一个中学生来说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要做好人嘛 所以我对基督教的看法 也跟当时的人一样 那就是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敬人为恶的 所以十节的内容 当然是叫我做一个好人 所以那年岁的增长 以及我对基督信仰的认识 大概到三十岁左右 我才知道原来实际是 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 那个是一个立约的内容 重点不在于道德伦理的层面 而是神和人之间的约定 因为我自己是读法律的 所以我对于那个契约的内容 是很看重的 因为不出事就没问题 一出事就回到契约的本身 当时怎么写的 你知道我在大学教的时候呢 我常常跟学生们说 连卫生纸 面纸 你都不可以签你的名 你要是被别人捡走了 他只要在上面写几个字 这张纸就成为有效的东西 很多人不相信啊 不相信等一下走以前 请你随便找一张纸 签了你的名给我好吗 我可以保证你这个身家都会移转到我的名下 因为契约的内容会影响到契约双方的当事人 那今天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的经文跨度比较大 这次跨度都很大 那有两章 主要是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立约的过程的一段 这段经文原来涵盖了十戒 很多人都知道十戒是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 但因为十戒本身有一个完整的内容 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讲道也没办法把它讲进来 所以我就决定把十戒的内容移出去明天早上专门再讲 那今天只讲这一段神和人立约的这个过程 他们在哪里跟神立约呢 或者说神在哪里要跟他们立约呢 就在西乃山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好不好 如果你可以念你就念啊 如果不念也没有关系 不过刚才我听了周老师周公和老师说了以后呢 我建议你还是念吧对吧 你人都来了是不是 在荧幕前你就不一定会念 从原来念 后来不念 后来根本就不知道穿着什么衣服在聚会 但是你都来了嘛 所以你就念好不好 我们前面第一节第二节预备请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就来到西乃的旷野 他们离了立飞定 来到西乃的旷野 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 以色列人在神大能的介入之下 离开了埃及 渡过了红海在旷野走了三个月 如果你有看过那个地图的话 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下 西乃山位在现在西乃半岛的南方 西乃山下有一个平原相传 就大部分的考古圣经学者都认为 那个就是他们安营的地方 那他们在这里领受了神给他们的实界 我想我们当中大概有一些人 或者有相当多的人去过以色列 如果你去以色列那个行程长的时候 会包含西乃半岛 你就有机会去到西乃半岛南方的那一个 所谓颁布实界的地方 当然现在都是不一定非常有把握 我1992年的时候就去了 距离现在30年 我现在还记得到那个地方的心里的 澎湃的感觉 当然第二天早上 照例大家都要上去 因为要去看日出 对吗 然后那个导游就会告诉我们说 那个磐石穴在哪里 不知道真的或假的啦 但无论如何你看到那个 还是非常的激动 西乃山是神和人立约的地方 如同我前面说的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认为实界是上帝要求以色列人 该有的伦理道德规范 告诉他们说 你们既然从埃及人所中被救出来 从今以后就要好好做人 这叫做改邪归正 但从《出埃及记》第1920章的记载 我们发现实界并不是犹太教 或者东正教 天主教这个广义的 包含我们的基督宗教的 最高道德伦理的标准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实界其实是上帝第一次和以色列人 全体立约的内容 所以它是一个法律的文件 它是一个法律的文件 从《出埃及记》第19章第1节 到底显示出神和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立约呢 我要从这一段的圣经讲四件事情 那如果你有手册 你可以打开来 里面有一个讲义 我习惯性会空格 但是因为疫情之后 大家也不太拿纸 也不太带笔 对吗 所以就大会还是发了纸给你 如果你愿意就写 那如果你没有笔也没有办法 这个很正常 你知道很多人后来首饰也不戴 眼镜也不戴 什么都不戴 那隐形眼镜也不戴了 所以都看不见了 好 如果你拿到的话呢 你可以看我要给你的大纲 我要分享四件事情 第一 全能的神 镜像缺乏的人 施恩邀约 全能的神 镜像缺乏的人 施恩邀约 那如果你愿意写下来 你在写的时候 我来念这一段的圣经 你可以听 第三节到 第八节 摩西到神那里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亚 各家小域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因 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做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不起 第七节 摩西去造了民间的长老来 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 都在他们面前成名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 摩西就将百姓的话 回复耶和华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到了西乃山下 摩西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回应神的呼唤 他到神的面前去跟神沟通 因为已经到了西乃山下了 如果我们很快地 像刚才这样念过去 把这经文读过去 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感受 但如果我们仔细地 把前后文看清楚 我们一定很惊讶 我们一定很惊讶 耶和华神在这边 到底要做什么呢 他到底告诉摩西什么 他为什么这样告诉摩西 他又要摩西回去问他们什么 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 神是要摩西去问 以色列人说 你们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子民 你们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子民 这是什么问题啊 如果我们对于近东 当时的历史了解 不要说近东 到今天都还是这样 这就是人 人类就是这样 当时的状况 是当两个阵营 无论是种族 或者是国家 或者是派 当两个种族 两个种族对抗 赢的那一派就拿掉 输的那派的所有东西 所以赢的那一方 就拿掉输的那一方的 包括奴隶在内 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神向以色列人发出的邀约是 你要不要和我立约 你要不要和我立约 我特别用这个字 全能的神 尽向缺乏的人 施恩邀约 什么叫邀约呢 什么叫邀约呢 邀约是一个法律名词 翻成英文 你们很喜欢这个字 叫做offer 你们喜不喜欢offer 有没有人在等offer 昨天有人请我们吃晚饭 去那边呢 那个跑堂你点什么 他错什么 你听得懂吗 三次送错东西 后来他还说 他还说那这个我送你好了 因为我送错了 我送你 后来算账的时候 那又算错了 他不仅把项路算错 他还把金额算错 无论怎么样都不是那个数字 后来我就跟那个 请我吃饭的人说 算了算了 不要跟他吵了 为什么 因为他太忙了 门口挂着 有没有人愿意来我这里工作 现在很多人不工作 所以你们现在对offer 没什么兴趣对吗 可是你要知道 邀约是很重要的 邀约就是一方向 另外一方说 你愿意怎么样吗 换句话说 如果你在美国 有一个公司要给你一个职位 是他说要给你 你就高兴了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不要 但你有机会可以进去 换句话说 神是透过摩西去问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不要跟我立约啊 立什么约 耶和华神是问以色列民说 你们要不要做属我的子民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你们要不要做属我的子民 你们要不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做圣洁的国民 你知道我们新约的人听到这个东西是没什么感觉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到新约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本来就是 特别是我们坐在这边的人都没什么感觉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和华神像以色列民发出这样的问句以前 他已经让以色列人看见他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我们这些人没有经过 所以不了解 我详细地读了十灾 我实在觉得这个瘟疫算不得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瘟疫算不得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搞得人养马翻 兵荒马乱 对吗 可是神当时对埃及人所做的事情 每一灾都比现在严重 神是这样把他们救出来的 神让以色列人 西伯兰人看见他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他也让以色列人看见他是如何的爱他们 出埃及之后过红海的三个月 他行了多少神迹给他们 没有水喝 没有水喝 是苦的水 一棵树 让所有的水 供百万人喝的水 变成甜的水 这有多大的神迹啊 神自己跟他们说 我好像老鹰将除鹰 把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自己 可是他现在问他们说 那么你们愿不愿意跟随我呢 那么你们愿不愿意归属于我呢 换句话说 神并不是先问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我拯救你们吗 你要我将你们从埃及人的手中救出来吗 如果你愿意 我就把你从埃及人手中救出来 不是 耶和华神是先把他们救出来 先把他们从埃及人手中救出来 再问他们说 你们愿意属于我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读圣经的时候 我实在不知道 为什么耶和华神 需要这样对西伯来人 为什么需要这样对西伯来人 我的意思是 他需要这样对待他们吗 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 还有权力做出选择吗 刚才我已经讲了 近东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 本来就是 因为他们本来 他就忘了他们在那个时候做砖 对不对 后来做砖的那个没弄好 就草也不给了 砖还要做 越搞越麻烦 所以他们简直苦不堪言 所以耶和华神 我们用概念想 耶和华神就从法老王的手中 把他们抢出来 抢出来了 从这边的奴隶 就变成了那边的奴隶了 对不对 这个是很合理的事情 可是神竟然跟他们说 你愿意要来跟我们吗 他们原先在埃及人的手上 就没有自由 没有好的条件 他们蒙拯救之后 难道还有权利跟神谈条件吗 为什么全能的神 要像至今仍然在西乃山下 仍然缺乏的以色列人 发出这样的邀约呢 神把他们拯救出来 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属于神吗 为什么神还要问他们呢 之前他们在埃及人的手下 生命是不自由的 生活是困苦的 即便到现在的旷野 如果不是神给他们水喝 没水喝 如果不是神给他们马那吃 他们连吃的也没有 连生活基本条件都不能满足 不仅如此 在人生进阶的期望上 跟需要上 他们也是不足的 对于未来 他们没有方向 他们没有目标 但是神在这里竟然要摩西去问他们说 你们愿意归属于我吗 你们愿意跟我立约吗 也就是让他们还有选择 是否要成为神子民的自由 如果我们明白 如果我们明白 这是神尊重我们的意志 我们就不稀奇了 神对亚当当年也是这样 神对摩西的时代是这样 耶稣的时代是这样 到今日我们还是如此 神让我们有选择的可能性 这个叫邀约 邀约 就是他问他说 你愿意吗 我32岁左右做全职长老 因为我的教派 其实我们就是牧师 我差不多30岁左右替别人证婚 到现在至少证婚了150对了 我常常需要问新郎 为了要表示这个问起来 很真实感 我就问给你们听 如果我证婚的时候 大部分的牧师证婚都这样 他一定会说 吕隐智弟兄 我在上帝众亲友 和弟兄姐妹的面前问你 你愿意娶谢小微姐妹为妻吗 难得有整他的机会 不过我还是要小心 他是大会的主席 他整我的机会可能更多 我就会问他说 你愿意按照圣经的吩咐 爱小微如同基督爱教会 爱小微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吗 他就必须说 不是愿意 是我愿意 然后我就说你愿意怎么样 他最后一定要说我愿意 可是我每一次问到这边 要问新娘的时候 我就觉得对弟兄很不公平 因为会有未来的几十秒 南方已经提出邀约 虽然是透过第三方 但是这就是一个邀约嘛 我问他回答对吗 事实上就等于他跟他说 我愿意娶你 可是在谢小微回答 他以前会有几十秒的空档 大家不要看这几十秒的空档 这就是我们法律上所说的 邀约等候期 而且这个邀约之后 未必会得到他要的答案 对吗 如果我就问说 谢小微姐妹 你愿意嫁吕隐之弟兄为妻吗 他没有回答 你看到没有 他如果说我不愿意 这个offer就失效了 然后就有个很丢脸的人 站在那边对不对 我为了怕发生这种状况 我每一次要那个证婚之前 我一定偷偷地跑去跟男生说 你确定一定要结婚吗 他说我确定 我说你不要后悔 这是最后翻盘的机会 那个弟兄就说 我确定 那我就问姐妹说 你真的要嫁给他吗 一失足成千古恨 你确定要吗 他就说我确定 当然在这么多的问话当中 也有人真的到那个时候就很犹豫 就说我不知道 我说没关系 我说还有几分钟你可以想一想 他说现在还来得及吗 当然来得及啊 男方还没提出邀约 男方提出邀约的女方还可以拒绝 我说你现在拒绝 他说那怎么处理呢 我就上学跟大家说谢谢大家来参加 因为新郎新郎决定不结婚了 我代表他们向你们致歉 各位平平安安地回家吧 就好了嘛 邀约如果被接受 这件事情就成立了 如果邀约被拒绝了 那就没有了 我觉得全世界最不公平的一件事 全世界最不公平的一件事 就是耶稣基督在没有得到我们的表态之前 就先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做出邀约 然后问我们说 你愿不愿意接受我 做你的救助 我觉得这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事 因为他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 他就先做 他offer我们 你只要说 我接受 我接受 acceptance 就是承诺 就是我对你的offer 做出正面的回应 这是耶和华神 先就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隶 在西乃山下 再问他们愿不愿意听从神的话 遵守神的约 而成为属神子民 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在人类发展的历史当中 是先有以色列人出埃及 再有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 但在神的本性当中 这两件是同一样 同一件事情 都是神先施恩给人 问人要不要接受他 问人要不要接受他 这个不是我们人类一般的做法 却是这位独一真神的做法 那就是全能的神 竟然向缺乏的人施恩邀约 我想我们在座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做了回应的 对吗 做了回应的 我相信我们当然都有很多传福音的经验 我自己因为想要用一种学习 一种新的或发展一种新的传福音的方式 我做个人步道 一对一的步道 做超过一千次 就是为了 然后每次写下来 那个过程 然后怎么样 我常常 我想你也是这样 常常传福音传了半天 对不对 最后我问他说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吗 然后他说我不要 或者他说我不愿意 你有什么感觉 我讲我的感觉 我早期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就很认真 然后做了各样预备 然后传完福音 他如果接受了 我高兴到不行啊 感谢赞美主 都是你的恩典 对吗 你们不是这样啊 不然都是你的口才啊 当然是神的恩典嘛 可是他如果拒绝以后呢 我就很挫折 我就说都是我不好 我没有预备好 然后我觉得很丢脸 他为什么不接受呢 然后我就回去检讨说 我下次要怎么讲 让他接受耶稣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 我为什么要觉得丢脸呢 我只不过是替耶稣 提出offer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丢脸呢 耶稣都不丢脸呢 他挂在石架上 他没有丢脸 你知道这个观念给我以后 我以后再传福音的时候 我完全不一样了 我知道耶稣基督的心肠 他不怕丢脸 他不怕被人拒绝 他只要完成他的工作 他是一个有恩典的神 他是一个全能的神 可是他像缺乏的人 施恩 而且问你要吗 是他要约 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 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我就更迫切 我就更认真 我也更爱对方 如果他接受 我就感谢赞美主 他如果没有接受 我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必须等他 我后来就发现 原来那原先我传福音给别人 他不信 我会生气 我会丢脸 我会没面子 是人 神不是这样 我们就知道 爱跟无限的爱 还是有差距的 他愿意等 他等了几千年了 第二件事情 从这段的圣经 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情是 有罪的人应该向至圣的神 自洁预备 有罪的人应该向至圣的神 自洁预备 我们来念这段的经文 来 我念一节 你们念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 叫百姓 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 可以听见 也可以永远信你了 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 奏告耶和华 到第三天预备好了 因为第三天 耶和华要在众百姓 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 不可用手摸他 必用石头 打死或用剑射透 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 到脚身脱长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到山根来 他对百姓说 到第三天预备好了 不可亲近女人 感谢主的恩典 当神 当耶和华全能的神 向有缺乏的希伯来人 发出邀约以后 当时第八节 他的回应是 他们的回应是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acceptance 就是我接受了 我承诺了 你说我们做 就是你前面讲的那些 我们要了 我们接受了 这显示这些以色列人 并非不分好歹 不懂感恩的 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缺乏的 而耶和华神是爱他们的神 因此他们表示 愿意遵行 耶和华所说的 他们愿意做属神的子民 归神做祭司的国度 做圣洁的国民 当摩西把这个结果 回复耶和华以后 第十节这里有一个词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 所以是分开来了 就第二段了 当百姓 承诺了神的邀约以后 神就再说 再说 这里说 又对百姓有要求 叫他们自节预备 这是预备期 自节预备 是一个预备 从旧约到新约 这都是耶和华神做事的原则 就是他先向人施恩 之后他向有缺乏的人邀约 希望他们能够承认他是神 希望他们能够承认 回到他的面前 希望他们能够愿意成为神的子民 等到 得到回应之后 他才对他的子民有所要求 这是后段 但这里要他们自节预备 就是说 你们要知道 你们如果答应我了以后 要变成那样 而现在你们还做不到 不过没关系 预备一下 预备一下 这个跟我们人类社会 所看到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人类社会当中 立约的模式通常是强凌弱 重爆寡 我相信你们在这边 一定有很清楚的感受 无论是国家对国家 公司对公司 公司对个人 乃至于个人对个人 立约的一方 如果是强大的 总会向弱小的一方 提出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让你签 对吗 你们在美国应该这样吧 不是啊 那你们怎么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啊 资本主义是最这样的 那就是谁的拳头大 谁的钱多 讲话声音就大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信仰 在人当中是这样 对方不能不接受 如果是像全能的耶和华神 和缺乏的以色列人 这样的关系 只有以色列人 爬到神的面前求他立约 不可能是神来邀约的 不可能是我来offer你的 而且如果是弱小的一方 向强大的一方提出申请 他也必须提 符合强大一方的条件 他才有可能成为 有关系的一方 比如说 一个人想要到一个很好的公司 或者你要申请一个 很好的学校 也是个学生 你都必须提出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你配得上 这样的公司或学校 这个公司或学校 才会接受跟他立约 但在这边 我们看到耶和华神 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过程 完全不是这样 神是无条件的愿意 和以色列人立约 如果对方愿意的话 就可以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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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以色列人愿意成为 耶和华的子民 耶和华神就透过 有 就透过 摩西告诉百姓说 下一步你们就是要预备自节 所以神其实是 要我们有自节的预备 因为明天 后天 我就会讲到 怎么签约 有个签约的仪式 明天后天我会讲 但是自节预备是表示 你要知道 你是一个不够的人 你是一个有罪的人 那这是在旧约嘛 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就会好像认罪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说认罪悔改 是不是 你没有认罪 没有悔改 你说我要信耶稣 那你不认罪吗 我不是罪人 可是我要信耶稣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嘛 所以它这么叫 自节预备 其实就是说 你要知道你是有罪的 你要知道你是不配的 虽然是我向你offer 可是等一下的过程当中 你要知道 其实你是有罪的 你是不够的 从经文中显示 耶稣华神是至圣的 因此他希望 以色列人预备好 来表现 他们是预备 做神的子民了 准确来说 以色列百姓 这个时候 神已经答应他们了 因为神 先邀约嘛 百姓已经同意了嘛 所以预约 在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成立了 可是神说 我告诉你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做 你就是要自节 这里并没有说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你就不能成为我的子民 这里没有这样说 神的意思反而是说 因为你是我的子民 所以你要知道 你是圣洁的 这也是我们成为神儿女 基督徒的模式 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是说 我没有罪 至少我的罪 比上 我的人的好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所以呢 你说我有罪 我 不能太接受 他有比较诚实的人 会很矛盾 可是他就说 可是你要我承认我有罪 我有什么罪 你跟他讲的 他就不一定承认 这是一种人 但另外更多的人 其实是这样 他是说 我现在还不能相信 因为我不配 有没有碰过这种人 有啊 比较诚实的人都讲 说我不配 我现在还没有预备好 有的人是借口 但有的人真的不是借口 他就觉得我不配 我还有许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调整的地方 我们家伙有一个 有一对夫妻 太太信主很多年 我们老传福音给那个先生 那先生其实福音都知道 他教会的所有 他都来参加 然后就 唯一说你信不信 他就说我要考虑 因为你要知道 你说信了以后 下面一步追随的就是 你要不要受洗 对吗 所以很多人就说 这个信这个字不能讲 一讲后 马上就问说 要不要受洗 参加受洗班 然后就一直追 追到后来 他就 一失足就成千古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弟兄 这个先生就很聪明 他就没有答应这件事情 他就一直说 他不行 我就问他有什么问题 哎呀不配不配 将来配了再来 我就说没有配不配的问题 上帝愿意爱你 上帝 他就没有 后来有一天 他跑到我面前来 他说 李长老 什么时候有受洗的机会 我要受洗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的问题解决了 什么问题呢 我用新台币算 那你换成美金 就是现在你用30好了 没关系 他每一年都去买 买收据 买那个捐款收据 捐款收据 就是捐款到教会来 教会不是会给你收据吗 那个receipt是可以 扣缴你的那个收入的 他每一年 他的税 他的所得税要40 他的所得税是40% 可是他每一年 就用100万买 用8万买100万的收据 所以就省32万 对吗 听得懂吗 看来你们基督徒做久了 都变成不会这个东西了 这也好 愚昧人也是不错的 他多年都是这样 所以他早就要信耶稣了 他知道那件事情不对 但是他不敢接受耶稣 他说我还不配 其实他是个诚实人 在这个角度 后来因为那个庙被抓到了 他贩卖这种收据 所以就被查出来 他在名单上面 他就追缴了那些年的所有的税 还get一个很大的 penalty 他搅完了之后 良心平安了 他说我要来信耶稣了 你要知道有些人觉得自己有罪 他不会到上帝面前来的 但他这样也不完全对 因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还有别的问题对吗 可是倒过来说 我们有谁是能够对付完自己的罪 才来信耶稣呢 这个跟信耶稣 或者我们基督信仰不相符合 在我们的信仰中 不是等我们预备好了 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准确来说 如果是那样 我们永远没有机会 而是当我们愿意成为神儿女之后 我们就能够在圣灵的带领 恩典感动能力之下 我们越来越生命越来越好 因此在19章的9到15节当中 他要他们象征性的预备好 他们要自节预备 因为马上要承受那个约书了 就是那个contract要签了 那个约书就是明天我们要讲的实践 那个内容 换句话说 不是以色列人遵守了实践 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不是 而是当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之后 他们需要活出实践 或者旅行实践里面所讲的 我们想想 如果一个人能够遵守实践 如果一个人能够遵守实践 他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 那有谁能够做到呢 你知道吗 我从小因为背那个 我背来背去 背来背去 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呢 就最后一条最难 我认为了 不可杀人 这个还好点 不可偷盗 不可奸淫 这个可能性也还有 到新约就变成不能了 对吗 你们比较熟旧约是吧 新约不熟啊 他说看见妇女就动营练了 就属于他行奸淫了嘛 所以就把实践扩大了 然后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然后不可贪恋 人的房屋 妻子 仆悲 并他一切所有 不可贪恋 这个就更难了 所以我想想 有谁能够做到的实践 如果做到了 才成为神的子民 那就没什么希望 新约时代 耶稣在这一条地上说 也是如此啊 耶稣并没有说 能够守住登山保训的人 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他乃是说 当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之后 生活就会渐渐的 有这样的表现 而你需要很努力地去争取 要有这样子的生活表现 其实这里有个暗示 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守住 登山保训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先成为神的儿女了 而我们在成为神的儿女之后 很多时候 我们还没办法活住登山保训 还是我们现在要举手来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 谁温柔了 请举手 虚心的人有福了 谁虚心的 请举手 不想我们都不太敢举手 对不对 只有那刚信主的还没搞清楚的 都举手了 你越读就越觉得做不到吧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 我们还没有活住登山保训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不过长远来说 登山保训一定是神的儿女应有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知道地位是立刻的 生活是渐进的 地位的得着是马上的 可是我们生活的慢慢调整是渐进的 换句话说 我们是先有神儿女的地位 但当你有神儿女的地位的时候 你就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子 你们在美国 其实这个例子是最容易举的 就是你们当中有些人来了美国 过了一段时间 你考虑了很久 既然可能也不会离开这里了 那就先有永久居留证 永久居留证拿到了以后 你就想说到底要不要拿美国的国籍 现在不太值钱了 很多人都要退掉美国国籍了 有一段时间是大家都要的 当你拿到美国国籍之后 你就是美国人 可是当你拿到美国国籍之后 你态度上 有没有要过美国人的生活呢 很多人是没有的 中其一生 你在美国 你问很多人说你哪里人 他一定说我中国人 或者你问有些人 他说我台湾人 或者你问哪里人 他还说我四川人 对不对 所以他永远是这样 可是我跟他说 哦原来这样 那你 那你又没有入美国籍 入了 那你是哪里人 中国人 因为他没有打算过 美国人的生活 这个没关系在地上 但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 是属神的儿女 我们不会因为相信耶稣基督 自然活出耶稣基督 期望我们的生命 不会自然而然 那个需要你愿意活出来 你如果不愿意活出来 你还可以是一辈子这样子的 有没有人信主之后 一直没有改变的有没有 没有啊 有啊 我没有在说你啦 所以你不要害怕 被我看出来啦 很多人他做了神的儿女 他没有要活出耶稣基督 神儿女的样子 他没有 所以他信主的时候生气 到现在十多年之后 同样的事情 他还同样在生气 对不对 然后还会讲 我叫做易怒 以前不一直怒 现在是易怒了 很多人是这样 但是不是的 因为神要我们自节预备的 那时候 就是摩西的跟他们讲说 神要告诉他们 你们要改变 其实我们的生命会一直改变 这个是神希望 而我们需要努力的 我们需要努力的 神一直在等我们改变 当我们有这个身份以后 我想除了国籍以外 还有就是夫妻嘛 对不对 夫妻结婚以后 结婚登记或领证之后 是不是夫妻 是不是 那么以后会越来越像夫妻 对不对 不是啊 那我的比例又错了 或者你的生活也是错的 儿女也是这样子啊 你刚生下来 那个孩子不像你 我讲的是生命不像你 但是他是你的孩子 可是你一直带 他那孩子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他就越来越像他的父母 或者他越来越有那个生命 昨天晚上我收到 突然有那个微信里面 有几十条语音 我就昨天晚上睡觉前就不能 太晚了 我就没有听 今天早上就戴了耳机 这样不要吵到我内人 然后我就听 十几条 二十几条 至少 他是一个 早年就已经蒙召的一个传道人 在国内一个省份里面 后来在2011年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我就开始陪伴他 一年三次 那他们很多人 不是只有他一个 陪伴他们 陪伴他们 后来环境有点变 那 那个地区有点困难 我就把他带到另外一个省份区 在那里 在那里 就陪他 陪他 他看起来生命有长进 其实 我觉得长得不错 我觉得长得不错 后来呢 因为国内的状况有点紧张 国外也有需要 我就把他带到国外去了 带到国外去之后呢 他就表现得看起来 比他同时期的那些人好 他就开始就觉得自己比较好 到那边去之后呢 就跟当地的传道人同工都不合 就越来越 就反正就发生了很多的事 后来就离开了那个服侍的团队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然后现在又离开那个服侍的团队 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然后现在就没有地方去 他昨天打给我 2019年 我最后一次去菲律宾的时候 就跟他一起吃饭 是他约我吃饭的 他说老师 我们请你吃饭 一对夫妻 我说好 结果我就跟他们吃饭 他从头到尾都给我脸色看 他小我至少20岁 从头到尾给我脸色看 我讲话 他不理我 那干嘛请我吃饭呢 对吧 然后都叫我老师 可是他的心里面就没有这个老师嘛 但是没关系 后来他就换了工厂 后来就没有工厂了 他昨天就给我留话 他就一直跟我说对不起 后来我就跟他回话了 我回话是真的 我就跟他说 从那一天到今天 我没有一天对你生气 没有 我只觉得你很可惜 你要赶快走回来 当然后来他就跟对方 跟那个新的那个团队又闹翻了嘛 就被简单讲 或者照比较准确的状况讲 是被赶走了嘛 他就没地方去了嘛 我知道他是真心的认错 我就跟他说我真的没有生气 我说我没有生气 因为我知道这是个过程 他需要有这个过程 因为我跟他讲的话 他听不进去 因为有一点恩赐的人 是很难听进别人的话的 所以他就走了很冤枉的路 可是我到现在都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我没有对你不高兴 他就跟我说那天我吃饭的时候 我摆了脸色给你看 我后来跟他讲 我说我也常常摆脸色给上帝看的 你会不会这样 纽约黎明镜生会要继续办 你们这里的人都不摆脸色给上帝看 好 我常常摆脸色给上帝看的 我一不高兴我就跟他说 为什么 我不理你了 你为什么让别人践踏我 为什么我这样别人那样 为什么得我让步 我就跟那对夫妻说 我说你给我脸色看 我之所以会习惯 是因为我习惯性的会给上帝脸色看 我知道他永远接纳我 所以我最近不太给上帝脸色看了 我比较乖了 但是这个成长的过程 这个不是信的那一天就自然会的 因此在神和以色列人的立约的仪式当中 神要求有罪的人 应该向至圣的神自节预备 这是第二 我们讲的第三 第三 软弱的 软弱的人透过立约中保与自主的神立约 软弱的人透过立约中保与自主的神立约 我来念给你们听这个经文 到了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有雷洪闪电和密云 并且脚升盛大 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 摩西率百姓出营迎接神 都站在山下 西乃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如同烧 如烧窑一般 片山大大震动 脚升渐渐高而又高 摩西就说话 神有声音答应他 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 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 摩西就上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 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 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杰 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摩西对耶和华说 百姓不能上西乃山 百姓不能上西乃山 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 要在山的四围定界线 叫山成生 耶和华对他说 下去吧 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 于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 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于是摩西吓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 这一段历史的记录 其实需要透过耶稣基督在新约中所表现出来的 我们才能够全然明白 我们才能够全然明白 这里记载了软弱的人 透过立约中保与自足的神立约 他的意思是 虽然神已经向以色列人发出邀约 而以色列人也已经承诺他们愿意成为神的子民 但软弱的人其实还是没有办法与自足的神签约的 他其实是不行的 他们必须透过立约的中保 那中保我讲一个比较通俗的话 俗称保证人 我们找一个保证人 跟神立约 在这里就指了摩西 摩西 摩西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 我们以前读旧约 觉得旧约比不过新约 其实旧约的摩西就是新约的耶稣 但他当然还是个预表 但他的位置是一样的 他的位置是一样的 即便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子民 但当我们要遇见神的时候 他们还是恐惧战兢 因为这不是他们所能够承受的 不是他们所能够承受的 因此只有摩西一个人上山顶去 一个人上去 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 向神表明愿意做神的子民 不要忘记 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遇见神 我们读圣经 因为我们有时候树族圣经一遍两遍三遍 后来我们又跳着读 所以就搞不清楚哪一次是第一次 其实这是真正的第一次 为什么 过去他们只是知道有神 透过他们先祖所留下来的话语 而他们在被拯救出埃及的过程当中 他们一直都是透过摩西所说的跟所做的 去认识这位伟大的神 他们有事就找摩西 那摩西去了那边又回来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真正跟神见面的 今天他们面对神的时候 他们突然害怕起来 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是不能亲近神的 因此他们只能透过摩西来成为立约的中保 做立约的中保 那我们通常会简化这样说 简化这样说 说旧约是律法的时代 新约是恩典的时代 简化这样讲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在解释简化东西的时候不能解错 对不对 因为你从一个复杂的东西弄成简单的东西 在还原的时候可能会出问题 可能会出问题 旧约是律法的时代 新约是恩典的时代 如果有人这样讲 简单这样讲 我们是接受的 但这句话是表示 旧约是透过摩西去领受的律法 作为神和人之间的连结 而新约是透过耶稣的救赎 而成为人和神之间的连结 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 意思不是说 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 他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 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 就不需要遵守律法了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 有啊 所以我们就比旧约的人更高贵了嘛 他们需要搞个半死 才会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只要说I do就过了 然后I do以后就不do了 对吗 你们发现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吗 我经常发现很多基督徒都这样 很多人误会了 就觉得旧约的神是严厉的 可是新约的神是有恩典的 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说 现在不需要遵守律法了 当然这个律法要解释一下 可是那耶稣为什么说 律法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呢 又为什么跟他们说 你们的义若不胜果 法利塞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呢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换句话说 旧约不是因为遵守了十戒 才成为神的子民 不是 他们是先成为神的子民 才需要去遵守律法的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们是上帝的恩典 然后我们今天要活出 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子 其实无论是旧约和新约 都是神先替百姓成就的救赎 之后邀请他们成为他的子民 当人成为神的子民之后 他就应该要活出来 神子民应该有的样子 你必须很有意愿 但是慢慢的前进后退 前进后退 靠着圣灵 致死自己的恶行 再往前走 又退了 没关系 屡败屡战 再站起来 再靠着圣灵 再往前走 因为我是神的儿女 饶恕一次不够 七次也不够 一直要不知道多少次 再也数不出次数的时候 就饶恕了 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但是这个是神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自然会有的样子 自然会有的样子 因此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来带领我们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一直改变 好 我们讲最后一点了 剩下几分钟 我们就要结束了 第四点 我们已经说了 一 全能的神 竟然向缺乏的人施恩邀约 二 有罪的人 应该向至圣的神 自节预备 三 软弱的人 透过立约中保 与自主的神立约 第四 无知的人 应存敬畏的心 与全知的神相处 我们来到最后 我们来读二十章的 十八到二十一节 二十节的一到十七节 是十节 我们明天讲 那我们今天先把十节跳掉 然后把这个立约的事情处理完 我们来读十八到二十一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预备 请 众百姓见雷轰 闪电 绞声 山上冒烟 就都发战 远远的站立 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 摩西就挨尽神所在的 幽暗之中 这个是神在向摩西颁布十节之后 圣经对众百姓的一段描述 当摩西领受了十节 现在我们要来看 摩西上了西乃山 领受了十节 告诉了百姓 百姓到底有什么反应呢 从这里提到摩西上山领受了十节 百姓虽然没有见到神 可是他们光从上帝降临西乃山 产生雷轰闪电脚声 而西乃山冒烟 他们就害怕 他们就害怕 因此当他们再见到摩西的时候 他们就跟摩西说 我们不去啊 要去你去 代表我们 我们都委托你了 因为光看那个东西 我们就不要见到神 他们求摩西说 你不要让我们直接跟神说话 未来仍然有你代理我们 我们愿意委托你 你去领受神的话 再转告我们 免得我们死亡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会这么害怕 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有一个毛病 我们的毛病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然后把我们原先 对所有的对神的观念放进去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听了讲员讲 所以我们这些讲员很害人的 你知道吗 真的啊 你这讲员我们都是啊 因为我们告诉你的是我们以为的 然后我们告诉你以后 就变成你以为的 然后你读圣经的时候 把我们以为的放到你的里面去 所以你听了很多人讲道之后呢 你根本就没有自己读圣经 你一读就知道 那个人这样讲就这样 所以 以前 我很喜欢听某些人讲道 特别是像神保罗牧师 我后来我就发觉 我不要听他讲道了 很多年以后不要听他讲道了 因为他讲完那篇道之后 那段圣经我就讲不出来了 我怎么讲都朝不出他的范围 我有一个学生 因为我都讲道都是逐字稿 我有一个学生 在神学院里面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你可以把你的逐字稿给我吗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拿去好好的读 我说那你不是取代了你自己读圣经吗 他说你那个里有很多的亮光 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为了这个小光 而不去见大光呢 真的我不开玩笑的 但是我说更麻烦的事情是 因为我读圣经读了五十年 我讲道讲了这么多 然后我的奖章如果给你看 其实是害你的 他们都不相信 他们都不相信 后来他就有一天 我就说你祷告你祷告 后来他真的有一天 他就拿了他的USB来说 老师我可以全部考走吗 我说 好吧 我就考给他 我抽出来之后 我跟他说 你最好不要看 过了三年他来找我 他说老师我没有看 我说我恭喜你 你没有看 没有看有两个 第一个 如果我的小光 遮了你应该看见的大光 很可惜 对不对 第一 第二就是 如果我的是中光 你是小光 你被我的中光看了 你看了我的中光 你永远没办法超越我 我自己就是这样 你知道有些人的讲道太厉害了 听完之后 特别是解经讲道 听完之后 那段经文就死了 对我而言 因为看不出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自己读圣经 你一定要回到那边去 你自己读 我们这些讲员只是 解出经意 我们以为的 我们没有百分之百对 我们没有百分之百对 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 讲出来 错的很多 我这样讲 可能影响到别的讲员了 我错的很多 他们错的很少 如果马丁路德都会错 如果加尔文都会错 如果奥古斯丁都会错 如果奥利根都会错 我想几百年之后 我们都错了 因为我们对神会 一直有新的认识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没有回到现场 所以你就不知道说 为什么这些人不敢啊 我们都说我们敢 对不对 你敢不敢 敢啊 因为也不过是 雷轰闪电 有什么好害怕的 如果我们在现场 你会知道 大自然的那个反应 是很可怕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 闪电以后 很大的雷声有没有 你觉得好像要打到你一样啊 你们美国东岸 有没有飓风有没有 有没有龙卷风 厉害不厉害 很厉害的 你知道台湾有的时候 或中国东南沿海 有这个台风啊 那个台风来的时候 那个这么大的树 可以连根都给你拔起来 台风过后 满目苍蝇 你都不知道大自然有多厉害 大自然还有一个小厉害 叫做COVID-19 对不对 这个够小了吧 还明明比这更小的啦 可是搞得我们大家都戴口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 我上个礼拜到美国来 出来的前几天 有一天半夜 我跟我太太被咬醒地震 你们知道地震很可怕吗 你有亲身经过地震 很厉害的地震 你就会知道 不要把房子咬倒那种 那种太可怕了 你就根本就会死在里面 你就光它晃起来 那地震很多种的 它有的是上下的 有的是左右的 还会左右玩上下 因为你本来是住在房子里面嘛 如果你去玩那个什么 云霄飞车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心里有预备 你没想到这种东西会动 当他们遇见神的时候就这样 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 他应该是非常害怕的 二十节这里提到 二十节我们都看了 二十节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什么他 敬畏他 不知犯罪 这里的惧怕 不要惧怕 要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这两个字 惧怕跟敬畏 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 因此我们发现 神要我们敬畏他 要我们不要惧怕他 但圣经在这边 所用的这两个字 是同一个字 换句话说 请注意听 当我们存敬畏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惧怕神 当我们不存敬畏的心 来面对神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惧怕他的 这两个是同一个字 亲爱的兄姐妹 像我们这样无知的人 面对全知的神 我们是需要敬畏的心 我们是应该能明白 相对于全知 无知是多么的好笑 除了敬畏 我们实在没办法跟神相处 我讲个故事就结束好吗 中国有一句古话说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其实当你不知道 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都觉得很简单 当你真知道 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不容易 我三四十岁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就跟着吴永长老 帮他开车 帮他决定 他有一段时间 住在西岸的时候 他常常飞来纽约 东岸江道 因为他们家人委托我 帮他安排他的行程 要经过我同意 不然他爸爸就是塞满 这样 余弟兄从西岸过来 其实西岸到东岸 是很辛苦的事情 西岸到东岸 这样来回 是很辛苦的事情 因为第一 美国这样的飞机 都是不太好的飞机 第二 因为时差的关系 三个小时 前进不是 后退不是 然后那个椅子又不舒服 不要说有其他印度 你光坐飞机就不行 所以我跟吴章老说 海外 从洛杉矶出去 海外一个月最多一次 东岸最多两次 我不让他 这样飞来飞去 但也因为这样陪他 他在台湾的期间 常常听他讲一些事情 因为帮他开车 有时候他上车 就会看他的脸色 就会跟他讲一些话 我发觉这个老人家 有一个毛病 就是人家对他的误会 他从来都不解释 所以常常背黑锅 背黑锅 知道多了以后 我就劝他说 吴章老何必背黑锅呢 就把事情 用现代的话说 就捅破了就好了嘛 对不对 冤有头 债有主 你为什么整天 帮别人背黑锅呢 我说这样也不公平 因为恶人都没有受到 应得的报应 那当然年轻人 都是讲讲话的嘛 吴章老就跟我说 好好好 他就说你不懂 这样 那我就跟他说 那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被黑锅 他说 现在大家对这件事情不满 是因为那个人 做了那件事 如果大家不满不满不满 我没有说谁做的 大家就会说 我对你不满 就对吴章老不满嘛 吴章老说 那我就说 好 就承受下来了 他说如果我说 这不是我做的 是余弟兄做的 那余弟兄可能承受不起 因为所有人攻击他的时候 他就承受不起 吴章老说 所以就算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 他做错了 他说他知道了就好了 所以我不说 他也知道我不说 我就跟吴章老说 那你这样你的名誉都坏掉了嘛 吴章老说 只要能承受就承受吧 我心里想说 我不敢用这个词啊 可是我心里想说 你老糊涂了 怎么这样做事呢 不知道的时候 都是这样想的对吗 我现在渐渐变成老糊涂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 当你有更多的责任 你开始遇到复杂的人士 你的位置越高 你承担越多人的责任 你越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通破了 你得承担下来 所以无知 怎么能对那个知的人挑战呢 可是我们永远对神不满意 问题他是全知 我们为什么要对他不满意 这就是我们的有限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面对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要与独一的神立约的时候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存敬畏的心 与全知的神相处 因为我们中间 如果你还有没有信耶稣的 不必等到 你圣洁了再来信 现在就可以信 你只要说 I do 就可以了 而我们这些已经是神儿女的 应该存敬畏的心 来过每天的生活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 主啊我们谢谢你 透过第一次 你要和西伯来人立约 你让我们看见 你是先把恩典领导他们 你才对他们发出邀约 当他们承担了以后 你就告诉我们 要怎么样活 求你让我们这一群人 在新约的时代 更感恩于耶稣基督 就是中宝 祂是我们 和你之间的中宝 我们向你心里感谢 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 听我们祷告 把这个聚会 今天开始一直下去 求你让更多的人来 更多的人得着 更多的人观赏 转播 让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得到生命的好处 听我们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